請同學翻到32頁 我們繼續來探討 當代的政治學理論 我們在上個星期 討論到一個非常有名的系統理論 這是由David Easton所提出來的 我們說過系統理論被提出來之後 其實這半個世紀以來 被廣泛的在政治學的各個領域中間運用 無論是用來分析政府的決策 甚至作為一種分析架構 很多的一些過去的研究生的碩士論文 也都會用這種系統理論的架構 來作為一些他們的一個論文的主要的一個架構 看看哪些是輸入項 怎麼樣的做決策 然後哪些輸出項 產生反饋的效果等等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系統理論在政治學裡面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 但是當然也遭受到了一些批評 比如說各位看到32頁的中間第三段這邊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型 那麼基本上呢 它是被認為是一個aesthetic 是一個靜態的 是比較偏向於維持現狀的 並且呢不能夠來處理一些 比如說重大的一些巨變 或者是一些發生一些重大事件的這樣子的情況 按照系統理論的一個內在的運作邏輯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一直持續的穩定的運作嘛 輸入輸出反饋輸入輸出反饋這樣子 那沒有辦法解釋 那為什麼那這樣系統會失靈 國家會崩潰 甚至發生一些重大的一些革命的一些這個事件等等 當然如同上禮拜我們所說的 它也沒有辦法解釋 那為什麼在某些國家像獨裁者 那麼他們對於所有的input完全置之不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這樣的系統怎麼還可以來加以這個運作等等 當然另外有一些人批評說系統理論的話 似乎這個國家這個政府他完全只是一個被動的 接受input 接受這個外環境的影響 接受民眾或者是各種利益團體的這些需求啊支持啊等等 難道國家本身沒有什麼作為嗎 當然從等一下我們會談到所謂的這個新制度論的角度 那麼他們認為事實上國家本身也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具有相對自主性的 那麼比如說目前的政黨政治責任政治之下的話 許多的一些政黨他執政之後 他當然希望推動他本身希望落實的一些政策 他希望推動他的理念 所以呢他許許多多一些政策的產出 往往可能是為了實踐他競選的時候一些競選支票 或者說他的一些理想 他不見得完全只是被動的來接受 民眾或者是各種利益團體外界的input 他本身具有相對自主性 所以說當然另外一方面的話 各個機關彼此之間 因為他們的本位主義 或者各自不同的立場 他們也各自會有自己的利益 比如說以台灣來說的好了 經濟部跟所謂的環保署之間 他們在很多事件的看法上可能不見得一致 對不對 經濟部跟老委會之間 對於這種調高工資的看法可能不見得一致 然後他們各自會為他們的立場來 跟對方來進行一些討論或者甚至妥協 所以說在這個政府內部 他們的利益不見得是完全一致的 他們的看法不見得完全一致的 而政府內部的許多的部門 彼此之間利益甚至可能是衝突的 所以在這種過程裡面的話 我們似乎更應該對於這個所謂的 black box 這個黑盒子 這個conversion system 要進以更多的一些關切 那麼 所以說呢 這是許多學者對於傳統的 這個系統理論的一些批評 當然也有人就提出了一些 這個修正 而這樣的修正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三人三頁的右上角 figure 2.4的這個圖 那這個修正很有趣的 他把什麼 他把這個黑盒子 這個conversion的process 拿到最前面 放在最前面 換言之呢 他認為 許多的政策的產出 事實上呢 往往都是由上而下的 不見得所有都是由下而上的 所有的政府都是聽到人民 聽到團體的利益 而產生了 這個 或是聲音 而產生了他們的一個所謂決策 事實上我們剛才所說的 政府本身為了實踐他的政黨的競選政策 為了實踐各個部門的一些所謂的政策目標 他們在這黑盒子內部也有他們的一種所謂決策的過程 然後各式各樣的彼此之間的一種衝突跟妥協 那麼而產出了最後的一些這個政策 然後當然他們也觀察到了現代的民主國家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政策都是由政府主動發動的 都是由政府主動的發動 而不是真的是事事都是取決於民意的壓力而產生的 那麼人民只是回應者 在很多情況之下人民只是一個被動的回應者 而不是一個主動的政策發起人 所以說他把這個所謂的黑盒子放在最前面 由這個政府本身做出了決策之後 然後才產生了output 而這些output才對於 那麼既有的社會經濟 這個政治環境產生了一些影響 而這些影響就導致了民眾 當然就會受到這個政策的一些這個 這個會獲得或者是失去一些東西 那麼而這樣子的情況之下的話 民眾因為政策的產出受到了影響之後呢 當然他們就會有input 對於政府會提出他們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這個這個一些支持等等 那麼這樣情況之下才反饋 對於政府呢產生一個新的壓力 而導致政府決策上的一種可能考量評估之後呢 做一些更改 所以他只是把整個的這個系統理論的流程 把它做了一些調整 這是另外一些不同的學者 對於系統理論的一些反思 我想呢這是我們對於系統理論 在上個星期還沒有討論完 最後一個部分呢 在這邊做一些簡單的一個結尾 那談到下一個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之前 我想請同學先翻到前面第30頁 30頁的部分呢 這邊有一個這個方塊 這個書裡面特別的提醒我們 尤其是大一的同學進入到了大學之後 我們時常會有一些寫報告 寫論文的一些機會 那麼到了大學的寫報告或教論文 跟你在高中時期的所繳交的報告 是性質上可能會有點差異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那麼我們也把這個部分稍微做一些說明 基本上呢到了一個大學寫一些比較專業性質的一些報告的話 那麼我們往往可能 比如說老師在評分吧 或者是說一般人對於這個一些報告的要求 往往希望你的一些論述 你的一些這個一些這個一些論點 是希望具備以下幾個重要的特色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這個兩個對照 比如說間接的跟直接的對照 也就是說我們在大學裡面繳交報告的話 可能很多老師們希望看到你的論述 你的論點是希望是直接的 是可證明的 是這個不是一些無意義的 或者是說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中間的差異是什麼 這是提醒各位以後呢 在寫報告寫論文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一些地方 我這邊也稍微簡單的說明一下 比如說呢有一些句子 有一些論述 有一些論點 那麼很多老師們比較不希望看到的是左邊 indirect 不是直接的是間接的 舉例來說 我們看看這句子 好這邊所說的是電視 對於政治有重大的影響 那麼許多的一些評論者感覺到 那麼而這些影響呢 不見得都是正面的影響 可能都是一些負面的影響 這就是一種間接的一種說明 那到底影響了什麼 什麼叫做影響 那正面的影響負面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你到底在說什麼 好 所以比較直接的一種說法是什麼呢 比如看右邊 好說美國的電視廣告呢 時常能夠使得觀眾變得更為的 所謂的這個 我們所說的憤世忌俗的 這個Synical就是犬如釋嘛 就是會讓觀眾的越來越這個可能比較刻薄一些 那麼並且呢 或者是對於這個政治的感到冷漠 而導致了投票率的降低 好因為電視的影響讓民眾 像很多民眾呢對於政治感到不耐 對於政治感到冷漠 而終究對於政治失去了熱情 而不願意投票 這就是所說的impact 到底是什麼樣的影響 好他這邊說得很清楚 他的一個很明顯的影響就是投票率的降低 好這是所謂的一個直接的說法跟間接說法的一個差異 當然各位以後寫論文的話可能也要稍微注意 不要用太多一些我們所說太誤虛的一些句子 好要誤實一點的句子 那第二個呢可能寫論文說要注意的是 很多的論述呢他是這個很難證明的 好這個unprovable 比如說呢這邊一個例子是 所謂的民主是什麼 民主就是一個民有民智民想的政府 這句話還蠻有名的嘛 這林肯說的對不對 那基本上什麼叫做民有 民智民想 好英文非常漂亮看看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甚至出現在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一條裡面 那基本上這句話 如果從講報告老師的眼光看起來的話 這句話基本上也蠻虛的 那比較所謂的可證明的 因為不可證明嘛對不對 你說什麼樣的政府是民有民智民想 那至少你要一些指標嘛 觀測的一些指標來看 所以我們看另外一種說法是 好所謂的battle of country 好所謂battle of 這邊就指的 比較經濟上比較好的 比較富有的國家 然後傾向於 好是成為民主的國家 而比較貧窮的國家 傾向於比較不民主 換言之呢這邊所說的是一個 可以被證明的指標 不管他這種論述對或不對 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我們等一下馬上談到現代化理論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一個國家的富有程度 是跟民主是有直接相關的 越富有的國家 越傾向於民主 而越貧窮的國家 民主國家出現的機率越低 好這樣的說法 就是你可以去做經驗的資料的收集 你可以來證明這種說法對或不對 這就是所謂provable 不管你證明到最後結果他是錯的 或是他對的 但是這種論述就是說 他是可以被證明的 那前面一種說法 民主就是一個民有民智民想 當然聽起來非常的感動 可是你沒有辦法證明 這句話到底是錯還是對的 對不對 在真正的一個世界裡面 好這就是在論述表達過程裡面的話 可能這兩者之間可以做一個對照 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很多的一些論述一些句子 它是比較具有價值的 好就是有用的 那有些只是一個非常這個 就是無意義的一些這個說法 好比如說 那就是所謂的Trivial Trivial就是所謂的比較一些 沒有什麼價值的一些瑣碎的一些說法 好比如說這邊所提到的 這個最近這幾年興起的查黨 Tea Party 那麼查黨的支持者呢 通常都是比較 對於兩大黨 兩個主要政黨呢 這個不滿意的 那到底不滿意在什麼地方 他為什麼對民主黨不滿意 對共和黨也不滿意 好這種說法的話 基本上的話就是說 都是可能太含糊了 然後對於讀者而言的話 並沒有特別的一種價值 那比較不是那麼的這個瑣碎的說法是什麼呢 比如說改成說 查黨的支持者 大部分都是共和黨的選民 然後呢他們對歐巴馬的 尤其是這種健保計畫 或者說對於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一些中下階層補助或減稅的計畫 是感到不滿意的 好這種就很清楚的 查黨這幾年會興起 做一種極右派 比較保守派的政黨的支持者 基本上是比較不滿意 這幾年的歐巴馬的表現 這種論述就比較清楚 不會說查把的 這個只是前面是說 查黨的支持者 就是對於兩大黨都不滿意 這樣的說法的話 可能對於實際的一些論述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然後最後一個呢 在寫論文的時候 可能也要注意到 很多的句子呢 是必須很清楚的 而不要太含混 那麼比如說 他舉的例子說 我們這個報告 這個論文呢 是討論關於美國 在過去30年來 對伊朗的政策 那像這樣子的說法的話 可能就比較含混 到底是什麼樣的這個政策 哪一方面的政策 他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那這樣的說法 可能都不是讓讀者非常清楚 知道你想要表達什麼 那比較清楚的說法 比如說 美國他對於伊朗的政策 過去呢 30年來是失敗的 因為他並沒有能夠注意到 那麼這個在過去呢 對於伊朗的這個 這個國王 這個不滿意的情況 逐漸在上升 那麼尤其在70年代的時候 雖然美國大力的支持伊朗 但是呢 其實伊朗國內的民眾 對於伊朗國王的所作所為 是非常不滿意的 終於導致 70年代末期的 伊朗的這個回教革命 科美尼這個政權上台 實施了一個第一個伊斯蘭的憲法 所以基本上美國 從冷戰之後 在伊朗的努力 完全是付諸流水 那麼主要就是說 他在對伊朗的政策的同時 其實忽略了伊朗本身內部的民意 民意的這個項背 所以這是一個很清楚的說法 那麼說明了美國過去的 從冷戰結束之後 到了80年代初期的話 對伊朗政策失敗的 當然這樣的教訓 其實美國到現在 仍然不能夠完全記取 那麼這二三十年來 其實美國對伊朗的政策 其實很多人認為也 並沒有抓到要領 所以他跟伊朗之間 反而現在是一個非常敵對的一種關係 這對於美國北社的國家利益而言 也未必是有正面的一個幫助的 這是我們所表達出的 就是說到了一個大學 要寫學術論文的話 哪些句子可能是我們應該要肯定的 哪些句子可能希望能夠避免的 在這個寫論文過程裡面 可能同學們 以後這些要領也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 看一下33頁的 我們所介紹的另外一個理論 現代化理論 32頁的那個 我們就不要講了 非常簡單的一個東西 model 就是所謂模型 模型基本上就是簡化事實 我們把事實那麼複雜的事實裡面 找出一些最重要的特徵 用個小小的模型 來有助於我們更了解的複雜的事實 那就是所謂的我們所說的model 一些模型的運用 我們等一下還會用其他例子 再反過頭來了解 什麼叫做一個theory 一個理論 或一個模型的一個概念 那麼我們需要花比較多時間 介紹的是33頁的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這個名詞 事實上是這個當代的 也不僅是政治學方面 我們知道其實這個名詞 普遍的出現在人文社會的各個不同的領域 包含了政治學 包含了經濟學 包含了社會學 甚至包含了一些 一些這個人文學科方面 都會採用現代化這個概念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包容廣泛 而內容非常複雜的一個這個概念 而這個概念事實上不是今天才有的 如同課本所說的 大概在這個兩個世紀以前的黑格爾 就有談到所謂的現代化 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就是一個起源 它起源於這個所謂的黑格爾的這個哲學 那麼當然在兩個世紀以前的黑格爾就指出來 他認為呢 社會的所有的面向 包含了經濟的文化的政治的 事實上就是全部包裹在一起的 全部包裹在一起的 然後它的改變跟推動 是朝這個同一個方向的一種改變 換言之呢 黑格爾他認為說整個的一個社會 當然他所談到就是所謂的這種 這個時代精神對不對 那同一個趨力之下呢 他會必須要朝一個 同一個方向的一種改變 而不可能是把這些部門分開來 你不可能說一個國家 經濟上高度的現代化 但是呢社會 然後呢政治 或者說宗教文化 卻保持著非常的傳統的這樣子的一種階段 他認為這是滿困難的 所有的社會各個面向 他必須在整個的時代精神之下 朝同一個方向的一種改變 那黑格爾認為這個最主要的趨力 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 當然不同的學者呢 同意這種現代化的這種想法 很多的社會不同的面向 必須要朝同一個方向的改變 但是呢他的來源可能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馬克思 他會認為最主要的根源 是在於經濟 對不對 在於經濟 這個的一些這個這個這個變遷 而照帶動了整個的社會的一個 這個現代化 那麼 而 在這樣子這種經濟的現代化之下的話 那麼現代的經濟呢 馬克思我們以前也說過 跟隨著封建社會 是不能夠並存的 過去的法國大革命呢 就是說 就是說 資本主義走在前面 然後這種封建制度走到後面 終於中間發生了重大落差 而導致了所謂的法國大革命 這是馬克思的觀點 他認為經濟因素 是促成現代化最主要的一個核心 推動的力量 那當然這邊也提到了 像是韋伯 韋伯呢他會認為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性的 特別是從基督教 尤其是新教興起之後 還帶動了整個歐洲社會 這種現代化 所以現代化其實在很多的學者都有談到 但他們所造成現代化的因素 以及他所造成的影響 當然各自學者會有不同的一些觀點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 他會比較強調 現代化主要是 因為像是教育的普及 中產階級的興起 通訊技術的發達等等這些因素 都是造成現代化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因素 但是儘管談到的因素 造成發生的因素不一樣 過程不一樣 結果方向可能也不見得一樣 但是似乎所有的現代化學者 大家都會同意 現代化我們該所說的是 社會所有面向同時發生的 它是必須同時一起包裹起來 一起來 所謂的朝向現代化的 而造成的原因 事實上也很難是一個單一因素 它所造成的原因也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並且不同的國家 也很少說會有固定的同一個模式 來進行所謂的這種現代化 那麼它也不見得都會受到一些外界環境的影響 每個國家本身內部的許許多多不同的因素 都可能是造成現代化的一些 這個主要的一些趨力 那麼原因部分的探討 當然會牽涉到比較複雜的一些因素 但是呢我們就政治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我們特別會注意到什麼樣的問題 這樣子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各位看一下 第三頁的倒數第二段 大多數的人都會同意 在整個現代化的討論裡面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們這邊所說的工業化 工業化 那麼從這種所謂的工業革命興起之後 那麼當然這可能還是比較強調所謂的經濟 經濟面的一種這個角色 帶動了這個工業革命 產業革命之後呢 帶動了機械的一個興起 那麼這個 這些比如說蒸汽機 發電機的發明等等 那麼在經濟上 突飛猛進而造成了整個的國家 社會的許多許多的層面 那麼都 同時的在進行這個工業化 所以呢 其實大多數的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的話 工業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麼 而 而 如同剛才我們所說的 當一個國家 逐漸的工業化之後 他的經濟 文化 政治 各方面 也都必須隨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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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而在政治學裡面 在政治學裡面呢 談到誰的現代化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位這個學者 各位看一下 這個33頁的倒數第二段 叫做Lipset 李普塞 他在1960年寫了一本 非常重要的書 叫Political Man 政治人 那麼李普塞呢 他在政治人這本書裡面 他就將國家 分類為 所謂的Stable Democracy 所謂的穩定的民主國家 跟所謂的Unstable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另外就是這種不穩定的民主國家 跟這個所謂的獨裁國家 那麼 他認為呢 除了少數的例外 所謂的Stable Democracy 所謂的穩定民主國家 它一個重要的特徵是什麼 往往呢 都是怎麼樣 比較富有的 比較有 比較多的一些工業化程度比較高的 比如說當時用一些指標吧 他們這些國家的 普遍來說的話 這個收音機的數量是比較多的 醫生的數量是比較多的 然後社交易程度比較高 然後呢 這個 居住在城市的居民 是比較這個多的 好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指標來衡量 就是說 當 這些條件 是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這些國家 往往是比較趨於穩定 成為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 相對於 我們剛才所說的 不穩定的民主國家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獨裁國家 那麼 換言之 我們剛才所說的 很多學者發現 工業化的程度 跟民主 這二者之間 是呈現正相關的 工業化的程度呢 跟民主之間 是呈現正相關的 為什麼呢 班人中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變數是 當一個國家 達到一定程度的一個工業化之後 必然會造成這些國家 好 我們以前一再談到的 從亞里斯多德開始就談到 中產階級的興起 中產階級的興起 當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 所佔的比例 越來越高的時候 那麼 基本上 很多學者都相信 所謂的中產階級 是民主政治穩定的 非常重要的基礎 好 如果一個國家 民主政治要穩定運作的話 它必須要有非常龐大的 中產階級的存在 好 我們說過 從2300多年前 亞里斯多德就有這樣的論述 到了今天 從里普塞這些人的觀點 也一再說明了 所謂的經濟發展 跟民主的關係 而經濟發展 為什麼跟民主會有正相關 主要是跟中產階級的出現 好 大量中產階級的存在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呢 克本這邊說了一個 很有趣的一種說法 他說里普塞的觀點 事實上是結合了 所謂的馬克思 跟亞里斯多德 結合了馬克思 他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所謂政治穩定 另外一方面的話 他也融入了亞里斯多德 對於中產階級的重視 所以這樣的觀點 事實上對政治學呢 可以說是影響的 非常的深遠 當然李普塞呢 這主要是1960年代的研究 而晚近的一些研究呢 各位看了33頁最後一段 晚近的研究呢 他們也 好 也多半很多人都會把 所謂的經濟發展的程度 跟民主之間的關聯呢 把它這個做一些 這個連結 好 比如說一個最常見到的指標 就是我們這邊所談到的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所謂的這個 國內生產 毛額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人均的國內生產的這個總值 來這個所謂GDP呢 來作為一個 來跟所謂民主之間 做一些可以量化 測量的一個這個重要的指標 那麼 比如說呢 他們一些學者會發現 就是一些貧窮的國家 好 跟一些所謂的中等收入的國家 似乎這中間有一條界線 好 就是你可以發現 富有的國家 好 或者中等的國家 跟比較貧窮的國家 他們似乎中間可以 弄出一條界線 而這彼此的不同的 這種階段 之間的這個國家呢 跟所謂的民主之間 似乎也有某一種程度的關聯性 舉例來說 五千塊錢 好 這個所謂的這個 GDP 好 少於美金五千元以下的國家 很少是民主國家 很少是民主國家 一般就是所謂比較窮的國家 好 但是呢他們因為 經濟因素的關係 所以這些國家很難 能夠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 就算是他們曾經嘗試走向民主 可能最後呢也都倒退 倒退重新回到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獨裁或者是失敗 甚至導致了軍事政變 來這個收場 但是呢 GDP如果是在八千以上的國家 一個國家的這個 所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在八千元以上的國家的話 大部分都是民主國家 他們所建立的民主 那麼基本上呢是比較能夠 持續長久存在 必須能夠 所以越有錢的國家 越富有的國家 他的民主 事實上也是比較穩定的 能夠比較持續長久的 而不會說走向民主 又走回頭路 這個情況是比較少的 那當然最常被舉的例子 就是這邊各位看到的 像是南韓或者是台灣這些國家 當他們比較窮的時候 當然是西方學者的觀點 當他們是比較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時候呢 基本上這些國家都是所謂的獨裁國家 但是呢請各位翻到34頁 但是當這些國家像南韓或台灣 從70年代開始呢 逐漸的走向工業化 然後呢 他們也逐漸逐漸的 壯大了他們的中產階級 還有受教育程度也越來越提高了 那麼到了90年代的時候呢 像南韓或像台灣 都變成了所謂的民主國家 都變成了所謂的民主國家 所以說他們認為說 這是一種很多西方學者的一種觀點 就是所謂的經濟發展 國民收入跟所謂的民主之間的關聯 當然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很多學者要觀察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國家叫做China 中國 當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越來越高 他們的人均指數越來越高的時候 中國有沒有有一天也會隨著他們經濟發展的 越來越發達之後而逐漸的走向民主 當然很多學者是持滿樂觀的觀點 你看看嘛 中國大陸現在 對不對 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了 甚至各個地方都有這個要求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 對不對 前兩天寧波又開始有人抗議了 對不對等等 所以這是一種說法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 你看看中國大陸到現在 對不對 十八大馬上要開了 他們領導辦是怎麼產生的 跟人民有關嗎 對不對 然後大部分民眾還認為共產黨一黨專政 至少讓他們生活越來越好 所以呢 在短期之內 似乎還看不到中國大陸 尤其在中央的層次 有所謂的民主的可能性 現在頂多只是村裡 這個最基本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基層的民主 但是基層民主的問題也發現蠻多的 那更何況 所謂的這個共產黨一黨專政 這樣子的領導 那麼其實大部分民眾來說 包含知識分子在內都還相當程度的滿意 都認為可以接受 認為這是中國式的民主 跟西方的民主不一樣 而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所謂西方式的民主 在中國大陸 到底哪一天有可能會達到 而是不是應該達到 那麼他們的模型 到底是不是適用於中國 其實這都有非常多的一些這個 辯論的存在 那我在黑板上我提供各位 現在剛才一直談到GDP的問題 那以目前的狀況 中國大陸的GDP到底是什麼 台灣跟韓國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還有其他國家的情況 我想我把2011年最新的資料 黑板上提供同學們做個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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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上我查了一些數據 就是最新的2011年的國際貨幣基金所公佈的 那麼全世界他們所搜集的183個國家跟地區的資料的 所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好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好 那目前以2011年資料而言的話 那目前以2011年資料而言的話 這種國民這個所謂的人均生產總值最高的是盧森堡 好 盧森堡 好 這是一個在位於歐洲的一個小小的國家 那麼 呃 他主要是靠觀光跟精密工業為主 好 所以這個很奇怪 這個國家的人均是達到了十萬三千五百三十三 好 這都是美金 美金來算 那麼第二高的是卡達 那主要是因為石油嘛 卡達的話 98329 第三高的是挪威 97255 好 然後瑞士 81161 然後呢 第五個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好 那麼67008 那麼 這是排名前五 排名前五高的 好 根據IMF的資料的 所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美國排名14 好 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他的這個GDP其實上平均的話才是 48387 那麼剛才提到的南韓 我把 就是黑板上 課本上提到幾個我都寫在黑板上 好 課本上提到南韓跟台灣 好 當他們不是超過五千之後 逐漸走向這個民主嗎 南韓 台灣去年的排名是排名全世界第三十五 他是兩萬多 好 這個22778 那麼台灣目前排到第四十二零 勉強超過兩萬 好 那這個本來這個2008馬英九說要633 希望我們達到三萬 但是看起來還有一段距離 這個很難達到 那麼我們現在是兩萬零 一零一 那當然過去幾十年來 台灣一向這個GDP是比南韓高的 大概一直到了2004年 到2004年呢 南韓首度超過台灣 後來就一直都比台灣高 並且這個差距似乎越來越擴大 越來越擴大 那墨西哥 可本也提到墨西哥 他也是現在也超過了一萬 那事實上我們可本也提到 墨西哥當他國民這個生產毛額 這個達到一定水準之後呢 他也走向了 從長久的獨裁 走向了這個威權獨裁 走向了民主 當然現在我們剛才所說的關起來就是China 請注意到中國已經跨過了五千了 已經所謂的這個 算是Middle Middle Income 算是一個中等收入 不算是窮國了 已經超過五千了 我們按照可本的說法 五千之下來算是比較窮的 五千到八千算是Middle Middle Income 然後八千以上基本上就是比較富有的國家 多半幾乎都是這個所謂的民主國家 那中國已經跨入到第二個階段了 已經超過五千了 那可能很快就會達到八千了 那中國未來何去何從 只是很多學者都在關鍵的 各種理論都等待驗證 到底在中國可不可以在他身上 會這個會同樣的出現 那當然有例外了 最大的例外就是印度 印度始終被認為是個民主的國家 可是印度呢 至少以這個所謂的GDP而言的話 一直滿低的 所以這是一個例外 我們剛才說過呢 往往呢貧窮國家很難能夠民主 就算走向民主也很難持續 都是不穩定的 但是印度卻是個長久持續穩定的民主國家 到今天為止 印度的GDP呢才1389 這算是一個比較大的例外 而我做個對照組 目前在IMF的資料裡面 183個國家排名墊底的 就是叫做鋼果 鋼果目前是216 那跟這個第一名的儒生寶之間 這個實在是差距 真的是天壤地別的一個差距 這是提供同學們做一些這個 做一些這個參考 那麼 所以說 這是各位返道3的世界這邊 所談到的一些 所謂的這個經濟發展 這個國民生產毛額 跟所謂的這個民主之間的一些 這個關聯性 那麼 另外呢 現代化的理論學者 他們也會強調 各位看到3的世界第二段這邊 他們 我們剛才一直說明 他們認為呢 現代化本身 它必須是社會的各個層面 必須要與時俱進 要同時的改變 如果說 很多的國家 它現代化能夠成功 而某一些國家 現代化會失敗 他們認為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說 某一些國家的現代化 能夠成功就是 它不只是經濟上的現代化 包含了其他我們所說的 社會的 政治的 文化上的 都必須要同時的朝向 比較現代部門來 這個 調整 而如果某些國家 它發現呢 現代化的部門 往往只是 集中於經濟 甚至只有軍事 這兩些部門 而大部分其他的部門 包含我們這邊 所看到的 像是這個 宗教的 這個社會結構的 都還是非常傳統的 那這樣子的國家 他們認為呢 還是有可能會產生 非常大的一些衝突 就是傳統跟現代之間 如果沒有辦法做很好的調適的話 那麼這些國家 即使是一兩個部門現代化 而其他部門 仍然保持非常傳統的一些 這個階段的話 這中間的話 還是很難能夠達到一個國家 真正成功的 穩定的現代化的這個 這個出現 那麼為什麼會如此呢 往往呢 因為既得利益者 他們會抗拒 往往沒有辦法 來與時俱進的朝向 隨現代化的一個方向 調整的話 往往都是 社會上 文化上 宗教上 寄存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 不願意 來犧牲自己的既得利益 而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往往會造成 一個國家的不穩定 比如說經濟發展 你可能會帶來 財富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差距的擴大 可能會造成失業率的上升 而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 弱勢的一方 會越來越不滿 然後既得利益者 又不願意 來做一些 配合的工作 當然這中間的衝突 將會越來越大 所以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何的能夠 從傳統順利的 過渡到現代 其實呢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國家都必須 去面對的一個困境 那當然這邊所談到的 就是現代化一個非常核心的 一個概念 就是傳統跟現代的一個對照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現代化理論會強調 我們剛才說過 社會上的所有的部門 無論是宗教的 文化的 政治的 經濟的 社會的各個部門 都必須要從傳統的 所謂的 traditional sector 來過渡到 所謂的現代部門 modern sector 當然他們心目中 其實也是有一個 寄存的一個模型 就是過去的歐洲發展的經驗 這些歐洲國家 他們能夠從傳統 透過了我們所說的 這個工業革命之後 很多部門逐漸的 邁向了現代部門 然後呢 他們成功現代化的經驗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說的 這一些鮮豔的一些假設 是適用於其他的 目前的開發中國家的 開發中國家 你們希望能夠從傳統走向現代 你們最好的學習對象 就是學習西方國家過去發展的經驗 照著我們的過去的走過的路走 那麼你們也會成為一個 現代化的國家 在經濟上 要採取資本主義的 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 在政治上 要採取所謂的民主的 所謂的政治的一個所謂的體制 對不對 經濟的自由化 這個政治的民主化 這是西方的現代化學者 不斷的告訴開發中國家 告訴第三世界國家 你們要現代化的一種 必然的一種道路 對不對 而如果現代化是失敗的 就代表你們很多部門 是沒有辦法完全配合的 比如說很多國家 可能在政治上 採取了西方的資本主義 市場經濟的模式 可是呢 在經濟制度上 在政治上 是一個非常傳統的 威權的一種威權體制 對不對 充滿了貪污 然後呢 在這個社會的這個價值上 還是非常這個落後的一些 好這種家族式的這種 所謂社會價值 而不會強調個人主義 所以他們認為說 你們之所以失敗呢 是其他的部門沒有辦法現代化 好 我們開出了藥方給你們了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 把病治好的話 主要是你們自己本身的問題 你們自己內部 我們說過不是所有的面向 都能夠朝向現代化的 這樣子的方向改變 所以呢你們最好 在政治 社會 文化 各方面都必須齊頭並進 才是 讓你們能夠 走向 成功的現代化的一種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是西方學者他們認為的 也就是說 我們剛才所說的 很多學者會很樂觀的認為 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的經驗 可以成功的移植到開發中國家 當然這樣的論述 會遭受到一些其他學者的反 這個反對 包含了目前的中國大陸 其實對這種說法 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觀點 而在學術界上 對這種現代化理論 好當然我們可以提供各位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 第一個呢 就是 好這是長久辯論的問題 現代化還要同時 與時俱進 還是說有所謂的先後關係 就像很多學者所提出來的 是經濟上達到一定成果之後 其他部門的現代化才隨之而來 好比如說經濟發展到了五千 發展到了八千 在政治上才逐漸開放 才開始走向民主 也就是我們時常聽到叫先經後正 到底要先經後正 先正後正還是經濟政治同時要改變 當然很多的學者會拿過去台灣的經驗 甚至現在中國大陸經驗 認為所謂的先經後正是比較穩定的一種 一種做法 好經濟達到一定程度之後 政治上再慢慢放 好才會讓這個社會保持穩定的狀態 好這是一種所謂的 有沒有一種路徑先後的一種關係 在不同國家實踐經驗裡面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剛才所說的 一些國家現代化的失敗 真的只能是歸咎於它本身的因素嗎 當然很多學者提出來了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說一下 有兩個很重要的理論 在這邊順便補充介紹給各位 一個叫做現代世界體系理論 一個叫做依賴理論 他們的觀點其實對現代化 展生了非常強烈的批判 好我們先休息 下節課能繼續在家裡介紹 在上堂課我們談到了當代政治學理論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叫現代化理論 當然我們也說過 其實現代化理論不只是存在於政治學 包含了其他的社會科學 很多的理論裡面 那麼很多的領域裡面都會談到 所謂的現代化理論 當然這些現代化理論在政治學裡面 尤其影響深遠 尤其是對於我們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開發中國家的一些發展的策略 那麼是不是能夠適用於西方國家的 過去的發展經驗 那麼所謂的經濟發展跟民主政治之間的 關聯性等等 這些論點其實都有一些批評的聲浪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這邊簡單的來 來跟各位做一些介紹 讓各位有一些從不同角度來思考 所謂的現代化的問題 它的確是西方政治學裡面一個非常主流的理論 但是事實上它並不是為完全 為所有的人所接受的 舉例來說 有西方的學者 談出所謂的這個 現代世界體系理論 叫做簡稱叫MWS 那麼主要提出者叫做Wallestown 華勒斯坦 那麼像華勒斯坦等人 他們提出了所謂的現代世界體系的一種概念 基本上呢 他認為 以華勒斯坦為代表 他認為當這個現代的世界體系 形成之初 事實上呢 當初的 各位這方面聽聽就好了 當初的 各國的在這個體系形成之初的位置 事實上就決定了這個國家 在這個體系裡面的一種相對的一種地位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比如說當時 這個當這個現代世界體系形成的時候 那些歐洲國家 他們率先的進入所謂的這個工業化 然後他們經濟發展越來越快速 然後呢 後來他們也逐漸發展成了這個所謂資本主義 甚至成為帝國主義 然後不斷的來吸取這個開發中國家的養分 來更進一步的造成他們的經濟發展 所以華勒斯坦事實上 他們的學者簡單的說 什麼叫現代世界體系 他認為整個世界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在這個體系裡面所有的國家 都不可能自身於體系之外 而是單獨存在的 而在這個體系裡面 每一個國家它的位置也就是固定的 基本上它的概念是 這個體系形成的時候就分為 core跟periphery core是什麼 核心國 periphery就所謂的邊垂 邊垂國 這是當這個體系形成的時候我們說過 就造成那些西方國家 它就是core 它就是核心國 那廣大的開發中國家 就是periphery 就是邊垂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這整個體系 它是不可分割的 核心跟邊垂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這是華勒斯坦這些人反對 現代化理論的觀點 因為現代化理論似乎把所謂的現代跟傳統 是可以分開來看待的 怎麼樣的從傳統過渡到現代 它二者之間可以分開處理的 可是華勒斯坦卻認為不行 核心跟邊垂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是不可分離的 那麼我用個例子來說 比如說像一顆蘋果 蘋果有果核 然後有果肉 然後從果核裡面逐漸冒出芽 然後逐漸發展成一個小樹苗 然後逐漸長大成一個樹 對不對 果核從冒出芽 然後逐漸逐漸長大 它所靠的哪邊來的養分 就是果肉提供的 果肉提供了很多的養分給果核裡面 然後逐漸發展成一個樹 當這個小樹苗越長越大 也就代表它的果肉會越來越枯萎 因為它的養分都被那個樹所吸收了 逐漸還要冒芽開始長大 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那麼所以它認為 果肉跟果核也不能分開啊 所以呢 當這個所謂的果核這個core 核心 經濟越發達 也就是代表的 果肉這些邊垂 是經濟越被剝削 核心國它的工業化 它的經濟發展 是靠著剝削邊垂國而來的 所以當核心國的經濟越發展 就代表邊垂國被剝削的越嚴重 這個時候你的邊垂國想要仿效核心國 也成為核心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是不斷的被剝削 當整個世界在現代世界體系裡面 當某些國家的經濟高度發展 某些國家的工業化 越來越成功的時候 就代表其他的很多國家 是被剝削的越來越嚴重 他們經濟越來越差 人民生活越來越困苦 當然各位聽到這種說法 似乎會想起一個人 叫馬克思 事實上沒有錯 他們就被稱為所謂新馬 所謂新馬 所謂新馬克思的一些學派 那麼當然 像華勒斯坦這些人 他就是把整個世界 比較宏觀的 看整個世界的這種 所謂我們 當然這些理論後來被用 我們所說的解釋南美關係 為什麼南方國家欠了那麼多外債 為什麼南方國家 當他們擁有龐大的一些資源 龐大的天然一些原料的時候 他們反而不能夠發展 他們的一些產業 比如說 埃及 印度有這麼好的棉花 他們不能夠發展棉紡織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只能夠賣棉花 給已開發國家 那已開發國家 有非常嚴密的保護主義 來保護他們的成衣業 而如果說這些埃及 生產那麼好的棉花 按照亞當史密斯的 比較利益原則 他們最好發展棉紡織 對不對 這麼好的棉花在地生產 可是他們發現 他們如果賣棉花 給已開發國家 fine 很好 被他們用非常低的代價剝削 可是當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棉花 生產成為衣服的時候 他們賣不出去 因為其他國家 磕非常高的關稅 不讓你賣 所以你只好停留在原地 只好繼續按照 亞當史密斯的 比較利益原則 你最好生產原料 對不對 我們這些國家 因為具有比較利益的優勢 我們只好生產大量的工業產品 然後賣回給你 再賺你一筆錢 所以工業國家 越來越發展 然後農業國家 越來越不發展 本來還可以自給自足的 搞到最後也被剝削了 原料價格壓得很低 他們也不能夠進一步的發展 其他的產業 所以只好繼續的停留在 所謂的原地發展上的農業 當然這些理論 後來照著我們所做的 南北的對話 為什麼南方國家 要求北方國家 要給他們賠償 要抵上他們的外債 為什麼他們希望 用聯合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農產品的價格的方式 來跟北方國家 進行所謂的bargain 對不對 比如說成立什麼咖啡 什麼雨林的聯盟啊 成立各式各樣的 什麼牛肉的 什麼產業聯盟等等 給你開發國家 來進行討價還價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從這種角度來解釋 他們認為其實開發中國家 你不可能走什麼 已開發國家那種 所謂的現代化理論這條道路 因為現代化理論 只是造就了那個國術 越來越茁壯 只是造成你們這些編水國 越來越被剝削 所以現代化理論 他們是對這樣子的角度 來提出一個批評 那另外呢 跟他類似像依賴理論 依賴理論主要是一些 南美洲國家的學者 就提出來了 包含了像以前的這個 巴西總統 他過去都是依賴理論的大將 南美洲的國家這些學者 他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說開發中國家 哪個國家不想要經濟發展 哪個國家不想要變富有啊 哪些國家願意永遠生存在 那種幾百塊美金的 這種國民所得之下 經濟發展似乎是大家 共同想要追求的目標嘛 對不對 讓人民生活得更富足 有什麼不好 但是當這些國家經濟發展過程裡面 開發中國家 普遍會發現他們有些 最欠缺的是什麼 第一個是資金 第二個是專業技術 對不對 資金跟技術 他們可能有很好的原料 他們可能有非常低廉的勞工 但是他們最欠缺的就是資金跟技術 資金從哪而來 所以呢 許多開發中國家 就必須要怎麼樣 引進 當然這也是所謂 現代化理論的一些推薦 對不對 能夠帶來資金跟技術的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東西 叫做多國公司 以開發國家的多國公司 他們有非常龐大的資金 可以來幫助開發中國家發展 然後以開發國家的多國公司 有非常先進的技術 可以來幫助開發中國家產業升級 所以開發中國家必須要引進 以開發國家的多國公司 來幫助開發中國家 帶來他們最欠缺的資金跟技術 可是從依賴主義的角度而言的話 多國公司 只不過叫做新帝國主義的 另外一個名稱而已 過去的八十九世紀 叫帝國主義 然後呢 這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者 可以利用船艦泡利 來掠奪開發中國家的資源 現在當然不能用船艦泡利 不能開軍隊 那靠什麼 就靠多國公司 多國公司 往往是以開發國家 各種衛生環保勞工標準更高的時候 在自己國內生存不下去了 就到轉而到開發中國家去剝削 你可能環境污染很嚴重對不對 那麼在自己國家裡面 然後群起兒工資 就轉移到開發中國家去 帶來開發中國家的衛生 人民健康一些重大的破壞 然後呢 天然資源的砍伐 像是雨林等等的破壞 等等的礦業等等的一些破壞 然後又非常低廉 不顧當地人民的這個衛生安全的一些條件之下 然後非常低廉的工資在當地進行剝削 所以他們認為說 從依賴主義的這個觀念而言的話 多國公司不過只是過去的帝國主義 換了一種其他的侵略工具而已 然後呢造成了開發中國家 不斷的資源被吸取到以開發國家去 然後呢這個要造成開發中國想要 藉以開發國家的這種所謂的發展模式來發展 也是原目求疑的做法 這是比較偏重於這些個別國家的經濟發展的 一種模式的介紹 但是這兩者之間其實有高度的相同性 一個只是就比較整體性的 宏觀面的看整個世界 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體系來看待 另外比較強調多國公司 或者說其他的以開發國家 跟開發中國家之間的這種互動關係 但同樣的他們都是在批判 所謂的現代化理論 認為這種藉由以開發國家現代化理論 這種西方國家發展的經驗 想要套用在開發中國家 事實上是不值得來效法的 所以這一方面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思考 可以提供同學從不同的面向來思考 所謂的在政治學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所謂現代化理論 它並不是一個 雖然它是一個非常具有優勢的支配性的理論 但是事實上還是免不了有許多批評的聲浪 這邊只是簡單的說明一些不同的學者的一些觀點 提供大家做一些參考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接下來進入到下一個理論的介紹 各位翻到34頁 我們所謂的rational choice theory 所謂理性選擇理論 各位先看一下三人事業倒數第二行 這邊提到了在1970年代 一個所謂的新的研究途徑 被一些經濟學者 一些經濟數學家所發明 然後呢在這個政治學裡面逐漸的快速的成長 其實這邊我個人建議呢稍微做個調整 其實不是1970 早在1950年代所謂的理性選擇 已經在政治學裡面開始大放異彩 好 我們等一下會用一些實際的例子跟大家說明 所以這邊1970呢 其實195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 那這邊我想因為課本段落說的非常的少 在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跟各位做多一點的一些補充 什麼叫理性選擇 我們剛才說過的其實這幾個當代的理論 無論是所謂的行為主義學派 系統理論等等 我們基本上還是建議用所謂approach 一種研究途徑 行為主義的研究途徑 系統的研究途徑 當然這個也不例外 我們用所謂的理性選擇的研究途徑 用approach來看 會比所謂的一個theory來看更接近 目前政治學一般常用的一種這個用語 那麼所謂理性選擇的研究途徑 也就是說很多的學者 他們會基於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 就是人是理性的 在人是理性的這樣的假設之下 來研究許多的一些政治議題 當然最重要的我們之前也提到了 像是跟行為主義學派一樣 我們來看一些制度的一些變遷的問題 人的選擇投票的一些問題等等 他會跟行為主義學派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比較基於所謂人是理性的假設之下 然後用一些邏輯推理的方式 來建構許多所謂的理論 當然這邊我們稍微補充說明 理性選擇 理性選擇 大家都談理性選擇 到底什麼叫理性 在政治學裡面長久存在的辯論就是說 人怎麼可能是理性 對不對 人是感性的動物啊 那人是感性的動物 我們要談什麼理性選擇 對不對 人不可能都理性的嘛 就算大部分時間理性 偶爾也會感性一下 所以怎麼可能假設人是理性的 尤其是選舉 對不對 在非常激情的情況之下 每個人的投票那一票 往往是基於感性的思考 而不是理性的判斷 所以 什麼叫理性 這邊所謂的理性選擇 基本上這個理性的定義是來自於經濟學 這邊所說的許許多多的一些 一些所謂的數學家 他們來跳入政治學領域 其實這種說法不見得完全正確 因為主要都是經濟學者 從50年代之後 許多著名的經濟學者 跨入了政治學領域來研究政治 那麼這些經濟學者 我們知道個體經濟學 最基本的假設就是理性 但什麼叫理性 其實在我們的中文裡面 或我們一般日常使用的詞彙裡面 對於理性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比如說你可以發現 如果一個沒有申請的一個集會遊行 上了街頭 很多人開始丟雞蛋 這時候可能聽到我們的媒體呼籲 這些希望這個集會遊行的群眾 千萬要保持理性 各位有沒有聽過這種話 或者是說選舉之前 你看中選會出來說 呼籲明天就要選舉了 希望大家能夠理性的 投下手中神聖的一票 或者是說我們在立法院裡面看到這個藍綠雙方 惡鬥對不對 我們希望這些立法委員理性問政 這是我們詞獲裡面所說的理性 可是你會發現 對不對叫這些群眾上街頭 要這個要非常理性 這好像說呼籲他們 那個理性的意思好像等於冷靜 對不對 你們千萬要冷靜 對不對 然後叫你手中神聖的一票 要理性的做出這個理性的投票 這個理性呢似乎是 你要非常的什麼 甚思明辨 對不對 然後這些立法委員要理性問政 這個理性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是你要非常講道理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理性在中文詞彙裡面 其實它包含的意思非常複雜的 那理性選擇經濟學的 個體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假設 理性又是什麼意思 是代表冷靜嗎 是代表你要慎思明辨嗎 還是代表你要非常的這個 態度從容的理性的這個 非常那個講道理的來做事情呢 其實都不是 老實說很多人批評理性選擇 就是批評人怎麼可能理性 往往是有一點雞同鴨講的味道 因為根本不了解 在經濟學裡面 在政治學裡面 所謂理性選擇的理性 它定義到底是什麼 就是望文勝義 然後開始批評 所以往往就變成 對話之間會有一些問題 那到底什麼叫理性嗎 經濟學上如何定義理性 我在黑板上簡單的說明一下 跟大家做個參考 裁判定 對話之間會的 呃 可能 其實呢我們在社會科學 在經濟學在政治學裡面 我們所談到理性的定義 包含了三個部分 那有些是把一二合在一起 就有兩個部分 就所謂第一個叫completeness 叫完全性 第二個叫uniteness 叫做唯一性 第三個叫transitivity 當然這是最重要的 叫做第一性 什麼叫completeness 好 這是形容人的一種偏好關係 比如說在經濟學裡面會強調 當人面對的任何一組選項 X跟Y 看起來好像他數學 人面對任何 A pair of alternatives 就是任何一組選項 人面對任何一組選項X跟Y 比如說你今天晚上去逛公館的夜市 你看到兩件 看到兩件漂亮的衣服 一件你把他叫X 一件叫Y 你對這兩件衣服 你的喜好關係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I代表個人 I這個人 他的preference 他的P代表prefer 他的偏好 好 就是呈現這樣子的關係 第一個呢 你認為 I這個人認為 X比Y好 I喜歡X勝過Y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 XPY 代表I這個人認為X比Y好 不管什麼原因 他認為他喜歡X勝過Y 就是I prefersX toY 第二種情況是YPIX I prefersY toX 他喜歡Y勝過X 或者第三種XIIY 這邊I代表indifferent 代表無差別的 他認為兩者一樣 沒什麼差別 很難區分這兩者 這是一種喜好關係 好 我們叫做completeness 為什麼叫做完全性 就是人面對任何一組選下 X跟Y 你就這三種關係 你認為X比Y好 或者你認為Y比X好 或者你認為兩個一樣 你都喜歡 或者你都不喜歡 無差 當然你這邊看起來蠻怪怪的 你不妨把這個想 這個數學世界裡面 也有這種東西嘛 你就把他想到大於等於 小於的關係嘛 任何兩個數字 X跟Y 他們中間就有三種關係 X大於Y X小於Y X等於Y 有沒有第四種關係 任何兩個 對於X跟Y 屬於N的話 好可怕 任何兩個數字 X跟Y 他們是不是就是三種關係 不是X大於Y 就是Y大於X 或者兩個一樣 有沒有第四種 所以就這三種嘛 你把這個放成偏好 也是我們說的叫完全性 你不是認為X比Y好 就是X大於Y嘛 不然就是Y大於X嘛 不然就是X等於Y嘛 這個理性定義會做比較鬆散 就更擴大一步 就包含了 就兩種X大於等於Y 或者是Y大於等於X 好這是在這個定義上 在理論上是可以擴展的 我們現在用最嚴謹的定義來說 就是三種 任何兩個數字 X大於Y X等於Y 兩個一樣 這叫做完全性 第二個叫做唯一性 對於人在做選擇的時候 這三種就一種成立 你不是認為X比Y好 就是認為Y比X好 不然就認為兩個一樣 有沒有可能兩個同時存在的 很困難 你既認為這件衣服 比那個衣服好 同時你認為那個衣服 比這個衣服好 我在說什麼 那就代表這兩個衣服 你認為一樣嘛 對不對 如果你認為羅姆尼比克林頓好 同時認為克林頓比羅姆尼好 那你瘋啦 你就認為兩個一樣嘛 對不對 你不能做選擇 或兩個一樣好 兩個一樣爛 所以這三種型號關係 就一個存在 這叫uniqueness 叫唯一性 好這只是前面的部分 這不重要 更重要是第三個部分 理性的最重要的定義 他認為個人在做選擇 必須符合理性的 這個所謂的定義性 什麼意思 如果 如果一個人在做選擇的時候 他如果認為x比y好 同時他認為y比z好 那麼他應該認為x比z好 這叫第一性 在數學世界裡面 這是存在的 x大於y y大於z 那麼x一定大於z 對不對 那你把大於換成大於等於 也同樣存在 如果x大於等於y y大於等於z的話 x也一定大於等於z 那這邊人的偏好關係 他認為第一性是存在的 個人 個人的理性 就是符合這三個假設 當任何一個人 面對兩個選項的時候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認為x比y好 還是y比z好 還是認為兩個一樣 然後呢 他也知道這三種就一種存在 第三個呢 如果x比y好 同時他認為y比z好的話 他應該認為x比z好 當然放在政治裡面 我們隨便講嘛 如果一個人他認為陳水扁比連戰好 連戰比宋楚瑜好 那麼他應該認為陳水扁比宋楚瑜好 如果他認為x比連 認為陳水扁比連戰好 同時認為連戰比宋楚瑜好 同時他認為宋楚瑜又比陳水扁好 基本上我們就說他叫做非理性 因為他的喜好是一種偏好 是一種循環 所以如果說你認為x比y好 用y比z好 同時z比x好 各位還記得這個嗎 這是一個循環 個人的理性不應該出現這種狀態 個人理性不應該出現這種狀態 好 如果你現在碰到了你心愛的心儀的男生 你認為a比b好 同時b比c好 那麼你應該認為a比c好 如果你又認為c比a好的話 我們就說哇 你真的陷入感性的掙扎中間 如果你認為賓氏比奧迪好 奧迪比育龍好 那麼你應該認為賓氏比育龍好 如果你認為育龍比賓氏好的話 那麼我們就不知道你到底要選擇哪一輛 基本上經濟學裡面對於理性就是這樣定義 Not so 請注意這個定義的只是純粹就一個人 他對兩個偏好的選擇 這中間不包含怎麼樣 不包含價值判斷 並且更重要的是人跟人之間是不能比較的 這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剛才說過 如果一個人他認為陳水扁比連戰好 連戰比宋楚瑜好 那麼他應該喜歡陳水扁 宋瑜喜歡過宋楚瑜 你不能跳進來說 你怎麼做這種選擇啊 你太不理性了嘛 你怎麼可能選擇陳水扁 每個人的判別標準不一樣 各位了解意思嗎 對不對 海判上有足湊之膚嘛 我不是說喜歡陳水扁的足湊之膚 只是說每個人的喜好標準不一樣啊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標準 把你自己的價值要強加在別人身上 各位了解意思嗎 每個人不同的標準 好我舉個實際題材來看好了 假設再過幾年 你畢業了 再去找工作 現在ABC三個工作 好現在有三個工作ABC A月薪五萬 B月薪三萬 C月薪兩萬二 如果一個人 他的價值判斷是 我就選擇錢多的 錢的多寡 是我唯一的判別的標準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如果他是以錢的多寡作為理性選擇的標準的話 他應該認為A比B好 同時他認為B比C好 那麼他應該認為A比C好 他應該會選擇A 對不對 這按照他的標準 他應該這樣做嘛 但是你的標準是什麼 你可能認為 是以是不是能夠發揮你的專長 你的所學 為最主要的考量 錢的多寡不重要 所以假設 這三個工作裡面 你認為這個工作 最能夠發揮你的所長 這個四肢 然後這個你認為 最跟你的所長無關 所以呢 以你的專業 你的興趣 你的所長的發揮 與否作為判別標準 你認為這個最好 所以你認為B比C好 C又比A好 因此你也認為B比A好 你選擇了B 這是你的標準啦 那你的同學看 他是以錢的標準 說你怎麼那麼不理性 你是不理性嗎 你只要在你的標準之下 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認為B比C好 C比A好 你選擇了B 你就是理性的嘛 你符合這個標準啦 對不對 你符合了所謂的這個 這個完全性 你符合了第一性 那另外一個人 他以錢的標準 他也是理性的 所以你們兩個理性的個人 一個選擇了A 一個選擇了B 但是你的同學 沒有資格批評說 你是不理性的 你怎麼可能選擇一個 錢比較少的工作 我們說過 每個人的 criteria 每個人的標準是不一樣 每個人的 value是不一樣 可是理性的定義 我們不管這個 你今天根本沒有談說 所謂的你的標準是什麼 各位了解意思嗎 只要他的所作所為 我們是符合了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就說他是理性 不是說只有符合你的理性 符合你的標準 你的價值才叫理性 那麼畢竟我們說過人跟人之間 因為你有不同的判別標準 所以呢 這個人跟人之間是不能比較的 你選擇了3萬 他選擇了5萬 你說誰比啊 理性 我們不能這樣比 對不對 當然另外情況之下 理性跟感性絕對不相容嘛 當然看我們字面上 對於理性跟感性的定義是什麼樣 像我剛才說 假設ABC是三個 現在都在追你的三個人 對不對 你要交朋友充滿了感性 可是呢在你心目中 你就不曉得怎麼樣嘛 你就是看A看B最順眼嘛 所以你很清楚的告訴你自己 你喜歡B剩於C 同時你喜歡C剩於A 當然你也認為你喜歡B剩於A 你選擇了B 你的喜歡與否那完全是很感性的 但是呢我們認為你的選擇是理性的 除非你非常喜歡的B剩於C 同時喜歡C剩於A 同時你喜歡A剩於B 那你真的是充滿了天人交戰對不對 這是不是 我們不曉得你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可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 你的三個人的你的喜歡 你的感覺 你就認為B最好 你選擇了他 這當然也是理性的啊 至少符合我們對於理性的定義啊 好 有一天你選擇了B 好 跟大家交往 過了兩年 你會發現B的毛病越來越多了 原來他又好吃又懶做 什麼什麼對不對 哎呀 當初我真的瞎了狗眼 這個怎麼做了這麼不理性的選擇 會選擇你 原來你的這個毛病這麼多 你可以說你現在批評兩年前的選擇是不理性嗎 也不一定 因為在當時我們所說的information 資訊 在你能夠所掌握的資訊之下 好 這是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有限理性的選擇 好 這是另外一個諾貝爾結論 叫這個這個Simon 他所提出來的 我們不講這個 就是說 你在當時你所能夠掌握的資訊之下 你認為B比C好 同時認為C比A好 同時你認為B比A好 你選擇了B 兩年過去了 當你獲得更多的資訊 你當然有可能 會做不同的選擇嘛 但是你不能夠說 兩年前的選擇是不理性的 因為在不同的資訊獲得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好 這只是我們談到理性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沒有談論太多 這個要談論起來 可以談論好幾個小時 但簡單的說 這是在經濟學 甚至是政治學裡面 我們對理性的定義 所以這個理性 它不同於所謂的 你要非常的慎思明辨的 好 你要非常冷靜的 我們說有一群人上街抗議 對不對 去丟雞蛋 去推警察 他如果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在推跟不推之間 我在丟雞蛋丟跟不丟之間 他的媒體效果 他所造成的社會上的一個注目程度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丟下去跟不丟 他認為丟的效果比較好 所以他丟出去了 淡洗總統府 讓雞蛋飛之類的 但是 但是你能夠說他行為不理性嗎 對不對 你說 你們這個太暴力了 對不對 太什麼 問題是說 他的行為只要符合這個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在丟跟不丟之間 他的偏好是什麼 然後選擇的偏好比較高的 基本上就符合經濟學上的 所謂的理性 各位了解意思嗎 當在立法院問政的時候 一群立法委員 非常清楚的知道 當我跳上主席台 拔下麥克風的那一刹那 雖然很多人罵我 可是我的選民會非常的高度鼓掌 尤其在過去的複數選舉之下 每個人是爭取特定少數 這以後我們會討論到 所以他發現在拔麥克風 不麥克風之間 他知道他每拔一次麥克風 他每揮下一拳 他就多了500票 你說他的問政不理性嗎 所以我們只是說對於理性 可能是定義不一樣 但在不同的定義之下 往往基同壓強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所以如果在你的定義之下 來批評說什麼理性選擇 人怎麼可能理性 人為什麼不能理性 好 只要符合這樣的定義之下 並我們說大部分的人 他的行為 如果都符合這種架構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說 這個理論本身 他還是可以解釋我們人正常的 正常的大部分的一些狀況 好 這是對於理性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這個說明 在其次 所謂的理性選擇的研究途徑 在政治學裡面 我們或 有一些學者把他稱為 叫做formal theory 所以我們應該說 三個字幕僅在 中間平 所以我們是 三個字幕僅在 所以我們能夠解釋 解釋 分架 所謂的理性選擇研究途徑呢 往往在證據裡面時常會看到另外一個名詞 叫formal theory 叫做形式理論 其實這個名詞的翻譯不是非常的好 formal是什麼意思 你翻譯字典就是什麼形式的 不然就是正式的 informal就是非正式的嘛 對不對 大家覺得正式的怪怪就翻成形式 那很多人當然也看過萬文生意 政治學搞什麼形式 搞什麼形式主義 對不對 我們要做實質 不要做形式 那又不曉得怎麼說了 這完全就是萬文生意 這邊所謂的形式理論的概念是什麼意思呢 當初這個翻譯的問題 在英文就叫formal theory 什麼叫formal theory 事實上它的正式名稱是 就是正式的理論 正式的理論 什麼叫正式的理論 我們說過的從50年代開始 很多的經濟學者跨足到政治學領域 他們發現政治學以前根本不存在理論 當然說這種話我們政治學者會不太服氣啦 那你們政治學頂多這些論述嘛 根本不值得怎麼證明的一些東西 他們帶進來怎麼樣 就是在理性的建構之下 理性的定義之下建構出一些很多的 具有因果關係 所謂的這種邏輯推演的一些理論 所以他們認為他們所帶進來的這個東西 才叫做正式的理論 你們以前政治學裡面都是非正式的 所以他們所帶來的是另外一種革命 帶來這種新的角度來思考很多政治問題 包含了三個最主要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一個叫做賽局理論 一個叫做社會選擇理論 一個叫做所謂的空間理論 社會選擇理論我們曾經介紹過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那時候用的所謂的這個投票的矛盾 多數人認為各位還記得那個東西嗎 這東西在說什麼 這就是社會選擇理論一個很著名的模型 對不對 個人即使我們假設他理性 第一個人非常理性 他知道X最好 Y次之 他最討厭是Z 同時根據第一性 我們也認為他認為X會比Z好 對不對 第二個人他也是理性的 他認為Y最好Z次之 他最好X 同時他也會認為Y比X好 符合理性的假設 即使是三個理性的個人 他們所合起來 還是會形成一個非理性的團體 因為多數人認為X比Y好 多數人認為Y比Z好 多數人認為Z比X好 它是個cycle的majority 是一個循環的多數 這以前我們說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該意思 就算是理性的個人所形成的團體 也未必是一個理性的團體 我們說什麼這個國者人之機 但是你把很多個人 很簡單的偏好加起來 他不見得成為集體的偏好 即使每個個人都有很清楚的偏好選擇 但是合起來一個社會 也不見得會有非常清楚的偏好選擇 當然我們那時候談到盧梭的權宜 是用這個例子曾經說過 這是可以對話的一些部分 這是所謂的社會選擇理論 說這就是理論 它有邏輯推演的關係 它有很多前提的假設 他們認為這才叫理論 那你們政治學以前談的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就叫正式理論 當然我們台灣幾十年來 翻成形式理論 那很多人放外文聲音 你們就搞這些形式主義 事實上就完全誤解 那麼在於我們等一下會用 古巴飛帶危機來說明 另外空間理論 這個各位應該也聽過 這種東西 意識形態的光譜 如果說A在這邊 A擋在這裡 B擋在這邊 這是你 好 這是右 這是左 A是左派 B是中間派 你是右派 叫你選擇 你會選擇誰 你會投給B吧 因為B距離你比較近嘛 對不對 這就把距離跟偏好做一種連結 這個叫空間 空間理論 最有名的學者 以後我們有機會介紹 就是Ansonian Dimes 唐斯的所謂的這個中間選民理論 為什麼兩個候選人會向中間逐漸靠攏 就是根據這個理論而來的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 其實這個所謂的形式理論 它大致上分為這三種 賽局理論 社會選擇理論 所謂的理性選擇理論 這是我們所說的形式 形式理論或者叫理性選擇 這些都是脫胎於經濟學 都是假設在個人理性的前提之下 所推演發展出來的一些 所謂的重要的一些這個理論 然後當然他們用這些理論 來解釋某些政治問題 當然我們說任何一種理論 不可能解釋所有的東西啦 但是至少在很多議題上面的話 他們的解釋還是蠻值得我們來做思考 那麼一些重要學者我寫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書 我寫在黑白上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請問一下 這本書呢 算是賽局理論裡面的一本經典名著 Van Newman跟Morganston 可能很多人聽過 1944年所寫的 叫做賽局理論與經濟行為 這是第一本 開創了賽局理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 也就是說賽局理論 就是他們這兩個人所發明的 雖然有關賽局理論論文 大概1920年代就出現了 但是正式用所謂的Theory of Game 賽局這個名稱是1944年就開始了 當然他們一開始在經濟學院發展 但是後來我們說過在政治學裡面 有很重要的一些應用 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前幾個禮拜跟各位介紹過 囚徒的困境 對不對 等等 就是賽局理論裡面非常有名的一些模型 這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看到1944年就出來了 所以並不是70年代才開始出現 那另外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書 我也寫一兩本 在黑板上提供各位做個思考 請問稱呼籠主帝比法遠的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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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黑白上我們寫了一些關於 所謂理性選擇的一些代表性的名著 那麼《四四年》這一本 當然是賽里輿論的這個創始之作 影響非常非常深遠 各位看到都是50年代了 所以課本上說1970年 事實上是 我是覺得是不正確的 因為從50年代其實這些書 都已經在政治學裡面備受重視 第一本我們介紹的是 The Calculus of Concept 所謂的同意的計算 各位看Calculus 微積分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這個 James Buchanan跟Golden-Talak所寫的 這本書呢 是政治學裡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書 介紹民主政治之下的一些集體選擇 一些困境 那麼 James Buchanan後來得到1986年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 那麼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民主的經濟理論 這本是赫赫有名 Anthony Domes 我們剛才所說的唐詩所寫的 那麼這本書後來被人家統計是 政治學裡面被引用率第一名 所有的政治學裡面的書裡面 它是被引用率最高的一本書 也是所謂的形式理論 或者所謂理性選擇的代表性的著作 我們所說的空間理論的 非常重要的經典 第三本1951年 Social Choice and the Individual Value 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 當然一看就知道這個是社會選擇理論的東西 作者是Kenny's Arrow 那麼這是1951年 事實上這是他的博士論文 後來呢 他得到了1972年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 好 這都是諾貝爾獎的 集的書 當然我們以前也說過嘛 1994年 好這個 這個 Nash John Nash 也是證明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非聯合遊戲的均衡 好 這是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Shrep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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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Shrepsley呢 他是做合作的賽局 合作的賽局 跟政治學裡面運用的非常非常多 也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所以這些經濟學的 這些獎的大師其實非常多的 跟我們所謂的理性選擇是有關係的 所以理性選擇 絕對不是被一些人所說的 哎呀人怎麼是理性 這些東西更有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 他們的一些應用在政治學裡面 非常非常廣泛 那我們實際會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各位看一下35頁的 Key concept Politics as a game 政治 當作一個賽局 那某所用的例子是1962年的 古巴飛彈危機來說明 如何把複雜的政治形式 用一個簡單的賽局模型 來了解的例子 我們先休息一下 剛才談到了 所謂的這個理性選擇理論 同學從三人四頁開始討論 我們說過呢 我們大概大致上可以分為 所謂的像賽局理論 社會選擇理論 空間理論等等 都是被歸類成所謂理性選擇 或者說形式理論的 這個一環 那 配合課本35頁 它特別用個例子 所謂的Politics as a game 那麼很多複雜的政治現象 往往從賽局理論 或者說用一個簡單的模型 我們說過模型就是simplify reality 將很多複雜的現實做一些簡化 然後很簡單的 將一些重點抓出來 讓人們 有助於人們了解複雜的政治現象 這是所謂的模型 或理論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特色 那很多學者 如同課本這個Kid Concert 所談到的 古巴飛彈危機 就是用賽局理論 來簡單的描繪 當時古巴飛彈危機的 一個所謂化解的過程 就是個滿有名的一個例子 那古巴飛彈危機呢 今年正好50年 前兩天剛剛落幕 1962年的10月15號 到1962年的10月28號 那麼主要是 在10月15號的時候 美國U2的偵察機 發現了蘇聯 當時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 它的射程範圍 幾乎涵蓋全美國 美國直接的 就暴露於蘇聯飛彈 可以威脅的範圍之內 包含華盛頓DC 所以美國發現之後呢 馬上展開非常強烈的 反擊行為 那就是要求蘇聯立刻撤飛彈 否則美國馬上就要轟炸它 那當然中間經過了13天 後來拍成電影嘛 驚爆13天 經過13天的雙方的一個 非常多的一些秘密的 或是各自的一些這個 這個互動 因為其實這個事情很有趣 就是甘乃迪 他在10月15號 經過這個美國的中情局 告訴他的情報 他就馬上要做決定 要怎麼辦 同時 在幾千里以外的 克里姆林宮 當時的赫魯雪夫也馬上就知道了 美國已經知道他們在部署飛彈 所以赫魯雪夫也在做決定 兩個隔了幾千里的人 雙方都在做決定 各自的分開的在做決定 他們下一步要怎麼走 而這過程裡面 如果任何人的決定是錯誤的 有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甚至第一核子武器 核子這個戰爭的爆發 所以這是被譽為冷戰時期 美蘇兩強最接近核子戰爭的一次 然後呢 一個非常年輕的 當時才44歲的美國總統 跟一個老成聲段的 蘇聯的總書記 兩個人都知道對方 知道他們的底細 然後雙方同時都在做決策 他們所做的決策 對於世界安危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我們人每天都在做決策 無時無刻都在做決策 對不對 你今天一早起床 躺在床上也在做決策 我到底今天要不要上課 對不對 萬一今天老師點名了怎麼辦 我不去上不是很虧 每天都在做Decision Making 對不對 可是有些Decision Making 可能只影響少數人 可是有些Decision Making 影響深遠 我們政治 各位 未來你們時常可能會面對的 許多的決策是影響的人 是很多的 所以這政治至關重要 當時赫魯雪夫跟甘乃迪 他們都在做決定 然後呢 這樣的決定最後呢 在1962年10月28號 赫魯雪夫公開宣布 要從古巴撤出所有的飛彈 然後美國也宣布 他們不再轟炸 古巴 並且呢 也秘密的 將他們在土耳其 所部署的飛彈也撤離 雙方各退一步 這個危機 和平落幕 那麼這是那個故事 但是如何來解釋 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我們在賽局理論裡面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game 叫做Chicken Game 什麼叫Chicken Game 我們中文很多不同的翻譯 有人直接翻譯叫做小雞賽局 有人翻譯叫膽小鬼賽局 有些人翻譯叫諾夫賽局 You name it 無論是小雞 膽小鬼 或者是諾夫 就是講的Chicken Chicken Game 這個game其實賽局理論裡面 很多的一些game 它都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像各位還記得 我們上次講囚徒的困境有沒有 兩個人被抓了 關在房間裡面 審問等等等等 然後檢察官問案 結果兩個人都招了 對不對 那是那個所謂的 囚徒困境名詞的由來 那麼什麼叫做Chicken Game呢 事實上Chicken Game在美國 以前是一個滿有名的校園遊戲 大概在50年代 60年代的時候 美國的校園裡面 很喜歡流行玩一種遊戲 比如說 這是一條馬路 然後呢 比如說兩個男生 去追一個金髮女郎 結果呢 兩個人僵持不下 最後兩個人相約 我們來決鬥好了 古代西部時代是拔槍嘛 對不對 然後在那個時代的校園裡面怎麼樣 兩個人各開一個什麼粉紅色的 敞篷的什麼凱迪拉克 對不對 好 兩個人各在車 對不起 我畫得不太好 然後呢 兩個人高速開車迎面開過來 再比誰是Chicken 然後旁邊一堆人在旁邊光呼 觀看 對不對 當然大家要很清楚 如果兩個人都不閃 一面高速最後 砰 對撞 兩個人都一命嗚呼 20年後又是一條滑汗 可是呢 兩個人可能都開始思考 如果對方在最後一刻他閃開了 那我還要閃嗎 我當然不閃 我繼續往下來開 我是Hero 對不對 他當了Chicken 那我當然可以抱得沒人歸 當然主角換一下為了性別平等 兩個女生開車對撞 然後爭取男子也可以啦 無所謂 那麼 所以兩個人在開車的剎那 他們很快要做決定 對方會不會閃開 如果兩個人都沒有人肯退讓 兩個人最後都撞在一起 兩個人都死 那是大家都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但是如果說對方閃開了 那你會不會閃 你當然不閃啊 那如果對方就是不閃 那你當然還是想要閃開嘛 對不對 後來想想看 那女生實在不怎麼樣嗎 我何必為了她 對不對 乾脆我閃開好了 那當然如果兩個都閃 兩個都她很後悔 哎呀 早知道她會閃開 我已經不閃了 我何必兩個都閃開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很危險的遊戲 對不對 這叫Chicken Game 在比誰當Chicken 沒有人想要當Chicken 每個人都希望對方能夠退讓 而自己不退讓 他的Generative Form是這樣子寫的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上次 用了通則化的形式的話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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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剛剛看到 這個叫Chicken Game 這個叫Prison Dilemma Game 這個叫球徒困境 這個叫小雞賽局 乍看這下好像啊 可是它的內涵的意義差別很大 我們說過呢 球徒困境 它有存在一個均衡點 因為雙方都有所謂的優勢策略 就是選擇不合作 選擇背叛 對不對 因為4比3好 2比1好 4比3好 2比1好 所以這是均衡點 這是球徒困境 各位還記得嗎 它存在唯一的均衡點 雙方都有優勢策略 雙方合作的結果 雖然比雙方都不合作來得更好 可是要達到合作很困難 對不對 這是我們形容的球徒困境嘛 雙方都有dominant strategy 然後達到均衡點 唯一的均衡點在這裡 可是你看看 小雞賽局看起來很像 第一個 對於A跟B而言 兩個人都沒有dominant strategy 都沒有優勢策略 4比3好 可是1沒有2好 4比3好 1卻沒有2好 不存在有種策略是萬無一失的 對不對 跟President的一樣不一樣 第二個 它竟然出現兩個均衡點 一個在這裡 一個在這邊 兩個都均衡點 也就是說落在任何一點上 只要對方不變 你就不想要單獨改變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沒有止息 沒有辦法止息 但是各位會 胡去仔細想想 它有兩個均衡點 均衡點的意思就是說 對方不變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單獨改變的誘因 它出現兩個均衡點 可是會落在哪裡 不曉得 這兩個均衡點就是 如果一個人閃開了 另外一個不閃 不是你閃就是我閃 可是只要有一個人閃 如果兩個都不閃 就是這裡 這是最可怕的結果 兩個人都死掉 你看看那時候人玩的遊戲多有氣魄 現在 我沒有告訴各位 如果你們哪一天 兩個人為了要爭男朋友 發生衝突的話 也會建議你們到夜靈大道去 兩個人各自騎個腳踏車 比騎誰的比較快 不要對撞 對撞不好 這是囚圖棍 這是所謂的小雞賽局的這個來源 那可是你可以發現他的 當然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介紹賽局 他的內涵意義 其實這兩個game差別很大 看起來好像很類似 事實上意義差別很大 然後小雞賽局是一個 比球突困境更為危險的賽局 而在如此危險的狀況之下 雙方會做怎樣的選擇 為什麼會拿chicken game 來分析古巴的飛彈危機 我們看一下古巴為什麼 是個chicken game的形式 基本上當時的描述 我們剛才所說的 美國1962年10月15號 甘萊迪 從YouTube轟炸機的 偵察機的資料告訴他了 蘇聯的部署馬上 在一個禮拜之內就要完成 他必須立刻做決定 要面對這個危機 要產生反應 主要有兩個反應 第一個封鎖blockhead 封鎖古巴 這是比較 算是比較和平的反應 封鎖他給予警告 看你要不要退 第二個是直接採取攻擊 轟炸 直接炸你 先發制人 把所有的飛彈設施全部炸毀 來保護美國安全 所以當時的干擇 主要是在這兩個策略之間考慮 第一個呢 採取比較和平的 一種所謂封鎖的手段 或者是直接的先發制人 就開始攻擊你 而蘇聯當他們當天也馬上獲制了 美國已經知道他們在做這種事情了 而他們的可能兩種方式 第一個retreat 撤退 退讓 或者是繼續deploy 繼續部署 堅持到底 而在這種兩種策略之下 各式兩種策略 採取了四種結果 第一個呢 如果一方面美國採取是比較消極的封鎖策略 而蘇聯也知難而退的話 compromise就是一個妥協的結果 這是一個各自獲得三 次家的狀況 如果是美國採取是不退讓 直接採取攻擊 而蘇聯退讓 那顯然怎麼樣 整個世界當冷戰情勢之下 美國的重大勝利 對不對 美國把古巴的飛彈設置全部炸毀 然後蘇聯摸摸鼻子退了 那在當時而言 對蘇聯是重大挫敗 美國是全面勝利 這是四二 另外一種就是 美國採取消極的封鎖 蘇聯根本不甩你 繼續部署完成 美國完全置於蘇聯的飛彈的 進攻的網絡之下 蘇聯勝利 美國 算是一個重大的一個挫敗 最差的情況是 美國攻擊他 蘇聯繼續 也不退讓 雙方都不退讓 最後結果很可能導致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這是最差的結果 各是一 Wall War 3 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說 四三 一二 四三一二 這個呢 基本上是符合 我們所謂的 chicken game的一個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我們說過呢 它很危險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說過 就這樣A跟B兩個人 A在想 如果說 我知道對方會退讓 對方才可以退讓手段 那我當然不退啊 就落在這裡嘛 如果你是A的話 對方會退 你何必要退 你希望得到這個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方退了 他當了chicken 你是hero 對不對 受到旁邊觀戰同學一致鼓掌 從此他之後呢 在校園再也抬不起頭來 一輩子受人耻笑 四二 可是等一等 我堅持不退 他退 可是萬一他牛脾氣一來 他不退了怎麼辦 我有必要為此賠上一條生命嗎 萬一他不退 那我要不要退 對不對 我跟他從小同學 我知道這個人 雖然平常看起來蠻懦弱的 可是有時候偶爾牛脾氣一來 那我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那我退好 但如果說對方猜想我一定不退 因為從小就欺負他長大的 他認為我一定不退 他一定會退 那我還要退嗎 可是萬一他跟我抱著一起 這個同歸於命的這個 同歸於盡的思考 那我何必陪他玩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做怎麼樣的決定 因為我們說過 你沒有dominant strategy 你沒有一種萬無一失的想法 你希望採取不合作 達到這個這一點 可是萬一對方也不合作 就變在這邊來 那你還是退好了 那如果你退 對方不退 那變成這邊來 那你不是當了chicken 對不對 那你到底猜想 對方退還是不退 同樣對方也在這麼想 所以最後那一剎那 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說這個chicken game的話 在美國當時的情況就是 後來我們說經過13天 雙方都在猜 我猜對方會不會退 對方猜我會不會退 最後過程裡面 最後達到竟然是這一 兩個人都是chicken 兩個人都退了 但是這是三 這是二 因為對方不退 你退的話 這是大chicken 對不對 這是小chicken 這是至好兩個人都退嘛 雖然我是chicken 那你也是chicken嘛 兩個人都不要說什麼 兩個都當了chicken 所以這是三嘛 對不對 那如果對方全面獲勝 只有你一個人 當chicken的話 那中式還沒有這個好 對不對 所以其實雙方最後結果 是兩個都當了chicken 可是這一點不是均衡點 落下這一點之後 可能雙方都會後悔 如果我們用開車來形容 兩個人最後一剎那 兩個人都死離了中心點 旁邊人一陣仙笑 你們兩個人三笑還是仙笑 旁邊人全部紅糖大氣 所以兩個都是chicken 可是兩個人都chicken 總比一個人當chicken好 可是我們如何來形容美國最後呢 跟蘇聯 美國最後選擇的是 繼續採取封鎖 他沒有率先的進攻 蘇聯最後呢也直男而成全部撤退 兩個人都要當chicken 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 另外一種方式是說 他們可以這樣來角度來思考 雖然這是個很危險的chicken game 其實美蘇雙方是怎麼樣 他們這樣來思考這個問題的 你採取退讓的手段 最差的狀況 最差的狀況是2 如果你採取不合作 堅持的狀況 最差的狀況是1 對不對 在2跟1之間 你還認為2比1好 你不要老是看最好的 最好是3 最好的是你選擇4 這好樂觀喔對不對 你看最差的 你選擇退讓最差就是chicken嘛 最差就不過當個雞 當個小雞嘛 可是你選擇了不合作的話 你可能是要跟對方直接衝突 可能是死亡 當然對於蘇聯而言一樣 你選擇退讓的話 最差的情況就是2 選擇不退讓最差的情況是1 2跟1之間選擇2 所以最後結果落在這邊 其實也是合理的 可是他終究不是賽局理論的均衡點 這是一個非常dangerous的game 可是最後呢 我們說古巴飛彈危機最後和平落母 落在這一點 但他不是落在均衡點上面 這是我們理解所謂的賽局理論裡面 應用在古巴飛彈危機的一個解釋 那當然這樣子我們說 它是很簡單的模型 但是呢這種所謂的理論模型 就是有助於我們來理解 當時雙方的一種決策的 可能思考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項目 然後為什麼會達到這樣的結果 一個很簡單的很清楚的一個 一個解釋的方式 當然它也可能是因為過於簡化 而可能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線索 跟事實也不一定 所以當然使用這些模型上 也必須要特別的加以注意 好這是我們對於所謂的 古巴飛彈危機 課本上所說的把它當作一種game來看待 提供各位做一些參考 那最後請各位翻到36頁 在所謂當代理論裡面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叫做New Institutionalism 叫做新制度論 各位還記得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曾經介紹過古典的政治學理論裡面 有所謂的制度的研究 從19世紀以來 政治學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就是將焦點放在國家的典章 憲法 各個政府部門的權利義務的關係 等等這些研究 但是呢被批評說這些研究固然重要 但似乎呢太靜態了 對實際的政治呢可能並沒有幫助 所以呢才會到二次大戰之後 掀起了所謂行為主義的革命 將制度的研究呢就得放在一邊 打入冷空了 所以制度研究從50年代之後呢 在政治學界就很少人再重視它 頂對就是課本的教課書的最前面介紹一下 然後就不會再 太多學者在這方面做太多的專業 但是呢從二次大戰之後 太多的學者走入了行為主義學派 開始探討人個人的一些問題 一些非常所謂的這種簡化的 非常的注重個人層面的一些東西 然後呢制度論的興起 系統論的興起似乎國家也都不見了 完全都是看一個系統 輸入輸出的這些東西在研究 理性選擇當然也是強調也是以個人為出發點 個人的怎麼樣做理性的一些選擇 等等這些因素 所以逐漸逐漸的很多學者從我們所說的60年代末期開始 進入到了後行為主義時候 很多人重新思考 其實制度還是有它一定的價值 制度跟人之間的互動 我們說如果說過去的制度研究 是所謂上層研究 那麼所謂的人的研究是所謂下層研究 似乎應該存在一個中層的研究 能夠結合二者 不是把上層跟下層完全分開來看待 而是把人跟制度之間 是不是能夠做一種結合 好 這隨著後行為主義學派 開始之後呢 許多學者思考的問題 那麼後來呢 到了1980年代 就有學者開始喊出 叫bring the state back in 叫做重新找回國家 這樣子的一種口號 我們說過呢 從1969年代菲因斯等 結諸了所謂的後行為主義的這個大旗之後 進入70年代之後呢 很多學者開始反省 當然有些學者喊出了所謂的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重新找回國家 我們對於國家的研究已經迷失太久了 我們已經太久沒有重視所謂國家的研究 希望重新的重視制度的研究 當然其實進入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呢 我們說過無論該所說的理論上 有這個意義 重新的結合所謂的上層跟下層 重新的把政治學研究的重心 放在國家的研究上 這是有它理論上的一個重要意義 就實務上 為什麼1980年代會興起隨著新制度主義 也有它實務上的一個意義 實務上的意義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第三波民主化的興起 從1970年代中期 從葡萄牙西班牙開始 按照誰的Samuel Huntington 這個航廷頓的說法 從70年代中期開始 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 從南歐開始出現 然後這一股民主化的浪潮 吹到了亞洲 吹到了非洲 吹到了南美洲 吹到了東歐 蘇聯 對不對 我們那個叫蘇東坡嘛 對不對 蘇聯跟東歐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 到80年代末期 達到最高峰 所以說 當這麼多的國家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從過去的威權 從過去的共產走向了民主 他們放棄原來的制度 重新再選擇制度 對不對 蘇聯廢除了共產主義制度 他們要重新選擇 在憲政體制上 他們要走向總統制 還是內閣制 還是半總統制 在選舉制度上 他們要選擇比例代表制 還是相對多數絕制 還是混合制 所以突然出現了三四十個國家 都在做制度選擇 一堆國家在選擇憲政體制 一堆國家在選擇選舉制度 所以重新的制度研究成為顯學 所以很多學者看了這一股浪潮 這麼多國家都在研究制度 都在選擇制度 那我們政治學者 是不是在這方面要有所著力 尤其是1980年興起了一種 新的憲政體制的分類 叫做半總統制 1980年才出現 杜韋傑也提出來了 Semi-Presidentialism 所以我們說過 80年代的時候 在實務上也有這個需要 因為這麼多的國家 都在做制度選擇 所以學者也開始思考到 當這些新興民主國家 這些New Democracy出現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的選擇 是符合他們的需求的 有哪些的因素 是影響了他們的制度選擇跟設計 台灣同樣的 我們從90年代之後 也步入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列車 我們也在做制度選擇 我們經過了七次修憲 把一個本來帶有濃厚 內閣制色彩的憲法 修成了現在一個 帶有非常濃厚總統制 傾向的半總統制 好長啊 我們將過去的 單計非讓度複數選趨勢 改成了單一選區兩票制 我們也在做制度選擇啊 台灣跟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一樣 我們都在做制度選擇 所以我們說過理論上 有它實際的重新重視制度的必要性 實務上很多學者也看到了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下 制度選擇的再度為 無論是政治柔誤 國家甚至政治學者所重視 所以制度研究呢 從80年代之後 再度的成為政治學裡面 非常重要的研究議題 有它理論跟實務上的一種雙重必要性 那現在80年代之後的制度研究 那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 你說過去的19世紀到20大戰之前的制度研究 太靜態了 太怎麼樣怎麼樣 那新的制度研究呢 我們剛才說過 新的制度研究 它希望是在做一種中層的 結合過去的上層的 好像非常高的這種憲政體制的研究 跟下層的完全注重人的行為之間 做一種中層的連結 也就是說他們同時注重人跟制度的互動 所謂的新制度論 所謂的new institutionalism 是非常強調人與制度的互動 它不再只是靜態的研究制度 它也不是只是純粹的研究人的行為 它希望將人跟制度之間的互動 置為一個研究的主要的焦點 當然對於所謂的制度 他們也做了一些重新的詮釋 制度不再只是寫在憲法裡面 而不是只是寫在一個國家的點章制度之下 制度有重新的體認 當然我最喜歡套用的就是 另外一位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 叫諾斯 Douglas Norris的定義 他認為什麼叫制度 所以制度基本上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它就是rule of game 它就是遊戲規則 制度到了80年代之後 它的定義是更為寬廣 不僅是有形的制度 還包含了無形的制度 所以說制度它的定義 事實上是比較寬廣的 除了我們所說的形式上的 正式的制度 有形的制度 也包含了許多的 非形式的 非正式的 跟無形的制度 比如說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把一個國家的 特殊的文化 就視為一種制度 制度基本上就是 會限制人的一些行為 人在所有的制度之下 都會受到制度的框架 在這個制度之下 會提供人有許多的制度誘因 也會限制人的許多 可能的一些行為的選擇 這就是制度 反而是 那麼我們所說的 這種有形或無形的 所產生的 對人的行為產生制約作用的 我們都可以把它稱為叫制度 我是常常喜歡舉的例子 我上次我不記得有沒有說過 像是台灣的很多 比如說我們的農曆七月 我上次有沒有談過七月的時候 我已經忘記了 那是我們的文化啊 七月份 農曆七月不宜結婚 它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 有沒有人法律規定說七月不能結婚 沒有啊 我就是七月結婚的 很少就是了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的一些文化 會制約人的行為 以後這個你看到你姐姐 或者是看到你的親朋友生小孩 坐月子 不能出去外面 不能夠什麼洗頭 對不對 很多很多一些文化制約你的行為 七月份對不對 很多老一輩說 哎呀七月份千萬不要去海邊 對不對 然後千萬這個什麼 不要碰到這個好兄弟 連出國旅行都不行 結婚當然更不被允許 基本上這都是文化 而且文化都可能限制到 在這個制度之下的人的一些行為 這就是制度 人會被制度所影響 當然人其實也會創造跟選擇制度 其實這些制度是人所創造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說 以這種角度來重新思考制度的存在一些問題 當然所研究制度的話 大致上可以分為幾個方面的研究 制度的上游 制度的中游研究 以及制度的下游 新制度主義 我們說過 他重新思考人跟制度的關係 他們對誰的制度重新加以定義 制度跟所謂的傳統的制度主義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們將制度的研究 大致上可以分為制度的上游研究 制度的中游研究 制度的下游研究 什麼叫制度的上游 就是研究制度的選擇與設計 institutional choice 或者是叫institutional design 制度的選擇跟設計 這個時候的制度呢 似乎它是一個所謂的一變數 它是可以被人所選擇的 是可以被人所設計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制度產生 台灣為什麼會席次減半 為什麼會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 我們為什麼不走比例代表制 台灣為什麼會設計一個半總統制 而不是乾脆走向總統制 制度是如何被選擇 如何被設計的 這是探討制度的所謂的上游 制度如何被選擇 如何被設計 這時候的制度似乎是一個一變數 它是被人所選擇的 它是被人所設計的 對不對 台灣我們也說過2004年8月23號 立法院198比0通過立委選制改革的方案 198比0沒有人反對 通過了大家要嚇一跳 這是什麼樣的狀況 人怎麼會設計出這種制度 其他國家他們如何面臨到制度選擇的問題 哪些因素影響到了人如何選擇制度 這方面是關於所謂制度研究的上游 另外就是關於制度研究的中游 就是關於制度的運作 不同的制度是如何運作的 行政跟立法之間的互動關係 對不對 辦總統制跟總統制之間 總理的角色到底有什麼差別 對不對 總統跟總理之間的這種二元均衡 是怎麼樣運作的 這是關於中游的研究 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運作邏輯跟模式 相對多數決制之下 比例代表制之下 我們現在的混合制之下 他們如何來比如說席次如何分配 這是關於制度的運作 這是關於制度的中游研究 像各位以前的所謂的公民與社會的第二側 所談的大部分都這一塊 制度就介紹各種制度嘛 制度如何運作對不對 這個什麼 連例制病例制席次如何計算 這都關於制度的運作 然後呢下游有什麼 制度的影響 不同的制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尤其對於人的行為會產生影響 好 這時候的制度已經變成自變相 當制度被創造出來 它會發揮它的自我運作的邏輯 然後呢會影響到在制度之下 所有人的行為 立法委員創造了新的選制 新的選制一旦被創造出來之後 所有的立法委員 未來的立法行為 所有的政黨都被它所影響 所以當2004年8月23號 立法院通過了單一選區兩票制 席次檢辦之後 我們就知道以後小黨全部完蛋 被影響 對不對 小黨以後生存空間會變得非常小 以後就是兩大黨的天下 這是influence 這是impact 這是影響 制度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不同的制度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時候制度是自變相 制度本身就有這個能力 去影響到這個制度之下所有人的行為 我們說過以前複數選區 立法委員只要爭取特定少數就會當選 改成單一選區制之下 每個立委要爭取過半數要爭取多數 他的競選模式完全不一樣 他會受到影響 對於地方派系的影響 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 他會產生非常非常多元的影響 這是制度本身會發揮他的一個影響力 所以我們說過制度研究 從新制度的角度 從上游到中游到下游 制度本身它既可以成為一變數 它也可以成為自變數 這是我們對於所謂的制度 新制度論的一些簡單的一些這個說明 人跟制度之間是非常密切互動的 不可能單獨的像過去的話 單獨來各自做不同的研究 他必須緊密結合在一起來看待 那麼最後幾分鐘我稍微說明一下 所謂的新制度主義 New Institutionalism 來看 所謂的新制度主義 如果各位閱讀進一步的一些 政治學的相關書的話 那麼他們時常會把 所謂新制度主義呢 又分為三個學派 三個主要的學派 當然每個學者不同的分類 我看過有分過十個 什麼八個的不同學派 但主要是三個了 主要是三個最常見到的 新制度主義之下 大概是三個主要學派 第一個呢 我們稱為叫做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所謂理性選擇的制度論 理性選擇制度論 那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話 其實就 其實課本也有提到了 各位如果看一下 這個課本的話 36頁這邊 從35頁到36頁 他说35頁最後一段 就談到了所謂的 理性選擇的學派 後來很多人也把它視為 所謂的新制度主義者 如果各位看到35頁的 最後一段倒數第二行 就是所謂理性選擇的學者 Some now call themselves New Institutionalists 就是說許多理性選擇的學者 他們往往自稱 他們所謂的新制度論者 新制度論者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理性選擇跟制度 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些關係 這什麼意思呢 當然在分類上 我們也常常把新制度論 分為第一個叫做 理性選擇制度論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人會選擇制度 制度如何被選擇 如何被設計 當然我們會來假設 在做選擇跟設計的時候 這些人是理性 一群理性的人 他們如何來設計這個制度 制度被創造 往往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 一個國家的 那麼比如說 他整個社會的 各種利益團體的互動 一個國家的政治容物 當時在選擇 這個制度時候的一些利益考量 像當時七四修憲的時候 國民黨 民進黨 對不對 九七修憲的時候 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考量 為什麼選擇總統選舉相對多數覺知 每個政治容物 它有背後的理性計算 可是很有趣的是 如同我們所看到的 那種循環式的民意 往往很多人發現 最後被設計出來的制度 往往都是次家選擇 這些理性的行為者 最後的所做出來 都是各方妥協之後 一個均衡的結果 它不見得是 為大家所認為最好的制度 可是卻是 可能是大家最 能夠接受的制度 無論如何 就是說 從這種人 如何選擇制度的角度 來看待制度的選擇跟設計 我們稱為叫理性選擇制度論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人如何在理性計算之下 在各方妥協之下 能夠設計出一種新的制度 好 這是叫理性選擇制度論 所以他們是用理性選擇的角度 來看待 來研究制度 好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我們稱為是社會學制度主義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這派學者呢 比較會強調 無論如何 他認為制度 是不可能是在真空之下運作的 制度呢 的運作 它一定有它一定的特殊的社會情境 社會脈絡 對不對 我們實際上說 真空之下 我們不可能閉門造居 在真空環境之下 創造出一個制度 你必須要考量當時的整個社會環境 所以所謂的社會學的制度論 它特別會強調 看待的就是所謂制度的環境 制度的文化層面的一些因素 是在怎麼樣的環境 怎麼樣的文化之下 那麼我們才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制度 制度是要回憶 當時所處的這樣子的一種環境或脈絡 所以他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制度 當然跟所謂理性選擇之間 有衝突也有互補的一些這個地方 來看待制度 甚至制度的一些變遷的一些問題等等 像台灣 我們說現在我們的總統直選民選 我們就很難能夠走回頭路 就像很多學者所說的 我們台灣目前的這種制度很爛 我們最好走回內閣制 可是他們必須要誠實回答的問題是 所謂的內閣制就是 總統是虛位元首 沒有任何內閣制的共和國 總統是民選的 這些贊成內閣制的學者 他必須告訴我們 台灣的民眾可不可以接受 我們選了五次總統之後 告訴台灣民眾說以後我們總統不選 在台灣目前的政治文化之下 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下 我們有沒有可能重新走回內閣制 而改變總統選舉 變成間接選舉 這個總統是一個虛位元首在台灣 如果這一點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我們這樣的一種社會情境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我們談內閣制是圓木求魚 儘管我個人也很喜歡內閣制 可是我們知道那很困難 我們回不去了 這句話有什麼好笑 好 這是社會學的制度論 怎麼大家一陣這個沉默之後就突然 好 另外一種叫做所謂的歷史制度論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什麼叫歷史制度論 就另外有一些學者還認為 制度它不會憑空出現的 它必須有一定的一個歷史的脈絡 所以很多制度的變遷 我們必須要回到它的制度脈絡裡面去看待 才會了解現在許多的一些制度 它不是憑空而來的 從過去逐漸演化而來的 它們是以這種角度來詮釋 整個制度的一種變遷過程 所以歷史學在這方面 辦了很重要的一種角色 我們要回到歷史脈絡裡面去看待 當然很多的變遷都是循序漸進的 都是漸漸出現的 當然也有可能出現重大的轉折 而這種重大轉折就叫做革命 可是大部分的制度變遷 都是慢慢一點一滴改變的 很多的制度 我們都必須回到原來的源頭去探索 我們台灣為什麼會現在採取 這樣奇怪的半總統制 事實上在民國35年制限的時候 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所以從過去歷史的變遷 從35年的制限 然後過去幾次的臨時條款的修訂 我們可以發現為什麼 我們現在會有人事行政局 現在改名叫人事總處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會有考試員跟人事總處之間 全則劃分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會有國家安全會議 這種制度你必須回到過去歷史脈絡裡面才發現 原來我們現在的制度 是這樣子轉變而來的 我實際上這邊舉個例子來說明 這種我們稱為叫路徑依循 叫Past Dependence 或稱為叫路徑依賴 好 路徑依循或路徑依賴就是所謂歷史制度論特別強調的一個概念 制度的變遷 我們要回去過去的歷史路徑來看待 好 我最喜歡舉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們KID都很會用電腦嘛 鍵盤 你發現那鍵盤他們ABCD排列不是很奇怪嗎 他為什麼排那麼奇怪 因為最早的 現在的鍵盤排列主要是呢 現在電腦主要是當PC發明了之後 他就照原來的電動打字機的那個鍵盤排列這樣子 就過去大家用電動打字機 像我們大學的時候用電動打字機嘛 打報告因為電動打字機打 所以那時候電動打字機就這樣排列的 不是那時候很多讀商的學生還要每天練電打嘛 那個打個一分鐘打多少字等等 因為電動打字機這樣排列 後來電腦鍵盤發明了也用這種排列 那電動打字機為什麼用這種排列啊 因為最古老時候的打字機就是這樣排列的 那原來打字機為什麼這樣排列 什麼A在這邊然後B在這邊這樣排很奇怪 所以跟過去跟你想法不一樣的是 最早打字機出現這樣的排列式 為了避免我們知道每個打字機後面很多那個鐵線有沒有 簽了一個簽字你打A後面砰打過來打到紙上面 他為了怕有些字你打太快的話 有些長線出現連在一起的字呢 會容易攪在一起 所以把越容易像TH時常出現嘛 所以一定要分開 免得鐵線會已經攪在一起 所以他怕你打太快 所以呢故意讓你這樣測計 說是很奇怪 那你說現在鍵盤你這邊打 有沒有可能到後面什麼攪在一起 什麼對攪在一起啊 一點都不用擔心 所以完全沒有的 但是你還是這樣打 有沒有人想要改 有 可是沒有一個公司推出來 新的鍵盤方式是成功的 因為要改 他的成本非常高 他的成本 所謂的成本包含了不只是說 只是製造那個成本是非常高的一個成本 因為大家不願意做修改 因為要付出成本太高了 所以繼續用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的鍵盤排列很奇怪 但是是從最早的一個世紀以前的 最古老的打字機開始就這樣排了 那時候決定的鍵盤排列方式 就註定了現在最先進的電腦的鍵盤 也是這樣排列的 所以他有他一個路徑 但是你要改變的話 你必須付出非常昂貴的成本 所以我們很多制度變遷 也可以用角度來思考 好我想這次等於新制度論 我們大致上一個介紹 那我們下個禮拜是10點20分開始考 期中考 希望各位同學考試順利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下課